一名國三音樂班羅小弟的小提琴 上面出現一道常常裂痕 但從事旅遊業的羅爸爸 生計受到疫情影響 兒子樂器的維修費用不低 羅爸爸好憂愁 自從維修費用 維修出來以後 他也只是一把練習琴 不能變成演奏曲 新聞上常常有看到他在拉小提琴 嘗試看看跟王議員借琴 眼見孩子的音樂錄可能為此暫緩 萬分心切的羅先生 因此找到習琴多年的王世堅議員求助 沒想到議員竟毫不猶豫 一口答應 他沒有什麼猶豫 他只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是全情還是半情 然後他只問這個 那他才知道記他哪一把 所以等於他就是一開始就答應了 王議員拉起小提琴 一臉深情 何在議會咄咄逼人的樣子差很大 想不到竟然還是個超級暖男 出手幫助一個平凡家庭 且承諾不受分毫 等羅家經濟轉好可以負擔 樂器維修費用後再歸還 他覺得說議員最近在為人民把關很多東西 現在聽說議會又在開會 他是不是比較忙 那可不可以先借他兒子一下 但台中台北還是有一段距離 想起好交情的台中議員周永宏常常會台北台中兩頭跑 而周永宏議員聽到後深受感動 也一口答應要幫忙送情完成這樁美事 但其實王世堅議員並沒有想把事情告訴大家 卻因為周永宏的臉書曝了光 也讓大家看到世界議員暖心的一面 也成功化解羅家難關 記者誠實戀鵬新美台北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